Leo聊四季 天井的無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崛起之隊 基因牌分組賽 這場比賽也是一場資格賽 先來看一下藍方是選擇了達洛P圖人 達洛P圖人也是我們的知名選手 Solakuma 天空熊 達洛P圖人在團戰的表現 主要是以相公為主的一個單位 也可以打這個攻城戰象 或者是打這個步兵烏之鋼 都是很適合在團戰作為使用的 接下來看一下青色 青色是Z40 Z40也是我們台灣的頂尖高手 他這次選的文明是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在團戰表現是跟賽爾特一樣 都是團戰之鬼的地位 因為他後期有強大的榴彈砲 打到後期只要有黃金 基本上都可以大規模的擊倒對方的單位 後期主要是打火槍 還有長槍兵 還有老頭 還有榴彈砲 這些單位為主的一個文明 接下來看一下紫色 紫色是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村民很便宜 而且他的駱駝有攻擊速度的加成 所以要克制敵方的遊俠 甚至其他的馬果 都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印度斯坦本身有比較全面性的能力 有古拉木可以打工兵 然後有超遠的火槍射程可以打步兵 打騎兵的話就用駱駝 基本上他在團戰來說的表現也是相當不錯的 可以因應各種情況去做轉兵 甚至支援隊友都是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這邊是比較特別的 在團戰來說的話 他是一個也是蠻好的文明 因為他的團隊加成有黃金貿易的加成產量 所以西班牙人團戰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而且他也可以在總經濟場地圖 打這個城堡寶推 用自己的西班牙征服者打出個洞欄 然後用火槍投死車進行前藥 甚至可以產出自己的老頭 加速招降對方的單位 都是西班牙的單TC很好的一個策略打法 接下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是越南人 越南人的話在團戰表現 主要是打越南的大象 大象有420滴血 到了後期非常的坦 而且藤甲弓箭手也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步兵 步攻單位 這樣講才對 步攻單位他的血量 雖然沒有像他射箭場裡面 會有這個血量加成 但是以他的遠方來說 還有攻擊速度跟傷害 都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步攻單位 後期他也可以點下紫幣技術 挖木頭也可以獲得黃金 這幾點他在團戰來說 不會經濟太差也不會太落後於人 而且甚至攀一些科技 也會比其他的對手還要更輕鬆一點 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是選擇了葡萄妖人 葡萄妖人的話在團戰來說 比較常打的是風琴砲 還有這個挖寶前壓的一個打法 就跟西班牙人蠻像的 直接潛壓城堡 然後風琴砲打出來 就開始繼續潛壓的一個系列操作打法 那他也可以選擇 這個潛壓寶之後 一樣單TC 術上帝王時代巨頭開閘 然後趕快改一下自己的港灣大商戰 去農出資源籃 這個算是葡萄妖的一個特有的玩法 那就要來看一下兩邊會不會這樣打 好 那先稍微加速一下 忘記剛剛介紹紫色了 紫色是克勞德 克勞德應該也不用太多介紹 這個是我們的台灣高手克勞德 那也是TAG的教練 他的實力應該算是元老級的選手了吧 在去分那個時代的時候 克勞德就已經是全台第一了 他現在可能有點算是偏教練的身份 所以並沒有很積極的去想要爬分之類的 有點在提吸後背的感覺 那我覺得以他的這個經歷來說 確實很有資格當這個教練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印度斯坦 這邊已經按下了金礦 準備要來直層了 那競技場這樣地圖 直層打的是比較多的 如果你看到對方選波蘭啊 或者是朝鮮啊 或者是一些塔工文明比較有優勢的 那你就要小心喔 有可能是打一個極速封建 潛壓箭塔的一個流程 或者是看到對方有孟加拉人喔 之類的 因為孟加拉人這個文明喔 他的工程戰象配上老頭的招響 然後再搭配一些工兵國家的出奴兵喔 的一個方式打法喔 是滿有殺傷力的 在競技場這個戰術選擇上 好 那看到Z40已經補下了兵工廠還有士騎 兩邊都已經準備要來生城堡時代 村民差距目前是台灣隊伍喔 這邊有領先一村的喔 甚至兩村左右 好 這邊第一時間點一下城堡時代 紅色這邊也已經點了 非常早 這邊有挖石頭喔 那很有可能是要來打風情砲了 那這場比賽喔 我也沒有看結果 也不知道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有講錯的地方喔 還請各位多多包談喔 這個我就想要來嘗試看看喔 用直播的方式喔 來看一下團戰喔 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那我們看到克勞德 已經拉兩村到了右邊喔 這邊是要幹嘛呢 他的文明是印度斯坦 然後拉兩村到了右邊 拉兩村也不太可能是蓋城堡 比較多可能的是 想要前壓什麼工程器製造所 打這個工程戰象喔 做前壓的喔 然後天光熊這邊出工兵 就是我們說的像孟家人這個文明的打法一樣 只要是印度國喔 都很適合打這個工程戰象喔 配老頭僧侶前壓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這個工兵喔 對我的工兵進行打法 哇靠這個打法怎麼跟我講的一樣啊 葡萄牙這邊果然前壓城堡了 好要來打封琴砲了 這邊封琴砲應該也是單TC上喔 因為這個打法算是團戰來說喔 葡萄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做法喔 好中間越南人3TC果然開農了上去 好工程戰象一出來就是開頂 嗯 克朗德這裡是沒有補老頭的喔 正常來說如果是孟家人的話 還會考慮下個什麼修道院 可以招強對手 但是印度斯坦喔 這個文明打老頭 並不是特別有感喔 畢竟裡面沒有天聖的雙房 雙三房 但是一樣有這個救除思想 可以去招強對方工程器 但可能克朗德有另有想法 並沒有想要這麼專心的 去打這個前壓吧 那看到對手已經西班牙人喔 已經轉出了西班牙征服者 而且城堡一直有在出 壓在前方 克朗德看到有城堡 就沒有想要繼續前壓喔 好但是西班牙人也是馬上喔 把頭子車拉到隊友家裡 進行投石 讓這邊工程戰象並沒有辦法 好好的往前推進 雖然克朗德沒有前壓老頭喔 會讓這一波的攻勢喔 被有所趨緩 是稍微有點危險喔 但他沒有投資救贖思想 就意味著他也可以更快 升到這個帝王時代喔 雖然前壓已經失敗了喔 但自己趕快轉出這個經濟來喔 去防守反擊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天空熊跟克朗德已經決定要回家 開農了 那目前看到葡萄人喔 還是有在去出風情炮 那支援上 支援量來說呢 已經可以點帝王時代了 有一千多黃金喔 買一下肉 趕快點帝王時代 會比較好一點 好果然馬上補了一個 單TC樹帝王喔 那看到目前青色Z40 這邊是已經點下了 欸? Z40也是樹帝王一波 波西米亞樹帝王 然後雙老頭 修道院的打法 那波西米亞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喔 他這邊村民喔 可以吃到救贖思想 不是救贖思想 這個神聖思想 還有這個宗教狂樂喔 這兩個科技喔 所以村民的血量會多一點喔 移動速度也會快一些 好這邊直接請他一根寶 這裡應該是要出巨型投司機 然後馬上補一個化學 產火炮 還有巨型投司機 直接火器單位喔 狂出猛出喔 但這邊化學肉好像有點不太夠 不要300肉才可以點 這邊先點的是二級伐木 沒有先點化學 好那看到西班牙人 開始前壓克拉德前方的城鎮中心 後方天空熊工兵 在後面不敢上前 想要補點傷害 但可能會被砸 但這時候Z40出來用老頭招翔力波 直接把這三台拖翔車的危機給解掉了 OK 波西米亞勝旅戰後期也是相當厲害的 尤其是波西米亞只要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胡斯派改革 就可以讓老頭的研發還有生產 都只需要變成食物喔 黃金一個都不需要 這是相當划算的老頭戰 但這個老頭戰喔 到了後期影響力不會非常大 因為你到了後期的大規模團戰喔 你老頭可能一瞬間也只能空個 大概五到十隻左右吧 可能十隻就是極限了 所以到了後期 波西米亞也是要轉出強大的工程單位喔 比如單炮還有槍兵火槍喔 還是比較適合他後期的一個組成喔 存老頭的戰術是沒有辦法打長久的 好那達羅P2這邊轉出了工程七隻招手 還有前壓一根城堡 這邊3TC農了上去 所以還沒有點帝王 村民術還差了一些 經濟上還差一點 只是村民術 目前看到達羅P2 有要升帝王 那托塔羅人 則是轉出了更多的港灣大商戰 而且轉出了生旅防守陣 前面的修道院也要被拆除掉了 結果工兵去探查一下 直接撞到越南的屯甲工兵 西班牙這邊賭下第二個城堡 目前看起來這個組合 如果對手西班牙這邊要打出 比較強大的傷害喔 勢必是要轉出遊俠來的喔 西班牙征服走 只能少量的出喔 那 越南這邊呢 則是要大量的橙甲工兵手 配上少量大象作為主力喔 那 葡萄這邊呢 則是要轉出火炮火槍喔 還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 封琴炮 防守器單位喔 或是老頭去反制也都可以 那最主要喔 葡萄人到後期喔 他的一個存在地位 是因為有無限資源的關係 所以可以蓋下非常多的火炮塔 用於控圖喔 跟精英場推進喔 都是非常適合的 但是遇到對手有這個 波西米亞的榴彈炮喔 所以這邊工程來說 或是防守 可能會 要先想辦法解決掉 波西米亞這邊的攻勢喔 只要我可能把這個火炮塔給插出來 好 那目前看到越南這邊已經補下了 三個城堡 我以為是四個 然後橙甲工兵量產速度 就會越來越快速了 好 目前看到天空熊也點下了 帝王師代 印度斯坦這邊 點下的是 精銳古拉姆 那古拉姆打工兵單位喔 有這個串傷效果 還有外增傷 而且遠防喔 是非常高的 所以古拉姆打這一坨的 騰甲工兵喔 效果是一級棒喔 果不其然喔 印度斯坦這邊是 先轉出了古拉姆 對付騰甲工兵 因為是要內加對內加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觀念 對加打什麼 盡量就拿什麼兵種去克制他 因為對面內加 經濟通常都是比較好的 像是什麼內加 法蘭克192 那如果你是印度斯坦 勢必要轉一些 這個帝王駱駝去反制喔 甚至是 你不是印度斯坦 也要跟著出遊俠 進行反制 所以通常團戰內加 都要選這個 駱駝果 什麼曲阻羅倫 或者是192遊俠 傳遊俠很強果 什麼立陶宛之類的都可以 就是盡量不要選那種 公兵果 當然為什麼越南可以選內加 最主要是因為他後期有這個 大象的關係 即使騰甲工兵不成功 也可以考慮打這個 越南大象 作為坦克前亞 但通常指出大象來說的話 殺傷力還是比較差了一些 所以如果要打內加工兵果的話 那外加應該要選一個遊俠國 當作備用 那這邊是有西班牙人 所以這裡的戰術是OK成立的 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佛西米亞開始要前壓城堡 這裡已經轉出了榴彈炮 火炮而已 榴彈炮還沒有出 那目前天空熊的城堡 已經開始被拆除當中 這裡還沒有足夠的兵可以做反制 先按了一些長槍兵 但還沒有轉出大量的單位喔 這邊趕快要上槍兵 那達魯皮圖倫的均勻科技也是半價 所以這邊槍兵可以升級升得很快 但是槍兵是打不贏騰甲工兵的 所以這邊騰甲工兵喔 可能是要來防對手的 喔不是 這邊的槍兵是要來防對手的遊俠 結果果然大家直接往左邊就 想要來先打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這邊也是快要入侵進去的關係喔 所以大家才來回舊 好 果拉姆第一次電話也是往左走 正面部分也是有少量果拉姆 直接衝到了正面來攻擊騰甲工兵 騰甲工兵只要三槍 就被果拉姆給插 串殺 串燒掉 插什麼 這個串燒傷害太高啦 好 那後面還是有非常多的老頭 16隻老頭 我們來看一下這16隻老頭 到底要怎麼控 才會控的比較快喔 那如果他是用軍事單位閒置的話 不能出其他的單位喔 就只能出老頭 然後原地開始著想 才會著想的快一點 那他現在這邊轉出了工兵單位的話 強姆這個單位的話 就會比較難控制老頭 就要一隻一隻拉了 好這邊果拉姆繼續往前 看到後方有大量的重裝騎士 正面的騎士也沒有上前 正面想要等遊俠升級好 再往前衝鋒喔 看上工兵向到處轉走 就去看著會不會抓到一些採礦資源 好正面遊俠升級好 但是聽不爽這邊已經轉出了大量的槍兵 古拉姆也是上前 但古拉姆完全砍不住遊俠的傷害 這邊還是要靠達魯皮圖的槍兵喔 進行反制喔 好古拉姆就專心去抓後面的騰甲工兵就行了 OK拉了一隊到了後方 這一波上前 哇串燒效果很強大 直接穿掉了大量的騰甲工兵 好遊俠過來救一下 但後方火炮有點危險 槍兵趕快回救 當然看來還是要被收掉幾台火炮囉 好左邊的戰線呢 還算是比較安定的 沒有太大規模的交戰 繼續看一下右邊 右邊遊俠還是繼續出 槍兵繼續往前 收掉了一些遊俠的數量 左邊這邊則是用大量的古拉姆 直接收掉了大約快20隻的騰甲工兵喔 這邊騰甲工兵的威脅被解完之後 克羅奧德就可以專心打右邊的戰場 但是可以找個機會去左邊 抓了下左邊的強無陣 好 但天空熊正面開始有點打不太一 因為剛剛克羅奧德在家裡自救的關係 稍微有點斷兵喔 對面騰甲工兵手實在太多了 這邊軍營的數量只有8個 看有沒有補到10個 甚至12個 量產的槍兵會更快一點 而且有兩個軍營在前面 已經快要沒有辦法好好的補齊步兵的數量 好這邊布拉姆再次上前抓掉了騰甲工兵 好這邊騰甲工兵可以上前去抓後方的火炮 抓火炮的速度也是蠻快的 OK抓掉另一台 還有機會再拿一台嗎 哇又拿掉一台 OK拿掉兩台還不錯 而且這邊遊俠的數量也是下降了一些些 但還是再去往前噴喔 這面的數量還是有33隻的遊俠 這邊看起來天空熊有點危險 哇這邊遊俠該不會要壓進去了 那看起來 天空熊只出槍兵 感覺扛不太住 因為這邊有點太需要靠克羅德喔 去用自己的布拉姆去抓後方的弓兵喔 但後方的弓兵數量異多 也可以反制回古拉姆回去 連數量夠多也可以秒殺 而且遊俠一直在正面喔 保護這些弓兵喔 讓天空熊沒有辦法好好的 追出槍兵喔 進行潛壓 弓兵陣喔實在是太煩了 好左邊有這個大軍喔 直接做一個老頭互相招搶的動作 古拉姆還是有一隊在左邊 所以喬奴也不敢輕易上前 這邊繼續投司機 很努力在開拆對方的建築物 後面有個趕快大傷蛋 終於被拆掉了 那這邊要正面打贏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一些 駱駝出啦 但如果轉駱駝的話 黃金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槍龍熊這邊也沒有轉出相公來 做應對喔 只有轉出少量的槍兵 家裡軍營 就需要補會比較好 有點節節敗退 但正面的駱駝 稍微反制了回去 西班旅遊俠 但是橙甲攻擊的問題還是難解 天空熊這邊經濟有兩千多黃金 這艘黃金可以給隊友 或者是自己轉相公出來都會考慮 但想轉相公需要一點時間喔 經濟科技也沒有再繼續往上攀 這時候這次輪點下了金冠 胡斯派改革 加上榴彈炮的升級 終於有大崗大炮了 出了很多槍兵喔 但是後方強姆陣 他暫時沒有辦法黑解 這邊有更多的橙甲攻擊走過來 後面的遊俠繼續往前推進 克勞德這邊轉出了大洛瑪 這邊大洛瑪是想要當坦克喔 去稍微坦出一些橙甲攻擊的傷害 讓駱駝有更多的輸出空間 千火熊這邊槍兵的數量又慢慢蓄了起來 來到了36隻 正面大量槍兵沒有控好 直接衝到了強奴陣 強奴射掉了非常多的長槍兵 後方的老頭繼續招翔 一個老頭互打的結果 感覺Z40已經快要打贏了 老頭剩下少量兩隻 這邊槍兵送的並不虧 反而是做到的很好 爭取時間的一個效果 好 榴彈炮繼續往後面 開砲當中 但是打到的強奴數量有限 因為沒有預判的關係喔 而且這邊已經快要貼近到 榴彈炮的位置了 雖然這邊老頭被打掉了很多隻 但胡思派改革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老頭被打掉了 馬上可以用肉來生產出來 好 左邊沒有長槍兵之後 遊俠古來包一波 直接把剩下的榴彈炮給包掉 哇 左邊 Z40這一波有點 誤判情勢了 自己榴彈炮全部送掉 可能會有點傷到 進攻跟防守 這邊的部分 有一重城堡被建立的起來 但是也快被拆掉了 Cloud這邊努力的再繼續出 駱駝出來 這邊天空小孩還是再繼續出 長槍兵 兩台巨型頭刺激拆掉的建築物 這邊的遊俠繼續噴了出來 這個遊俠是最麻煩的一個東西 但左邊的陣型 有點被打亂了 目前槍兵出來 就會被強奴給射掉 要打敗這些強奴 只能轉出更多的 戰毛兵或是強奴也射回去 也是可以考慮一下 但目前要打的話 可能用戰毛兵會更適合一點 好 正面的部分古拉姆又再次轉了出來 只靠駱駝還是不太行 後面的騰腳弓兵的數量 還是太多了 其實三隻阿 連大象都不用轉了 好 但是現在開始有混點肉碼囉 這就意味著 西班牙這邊黃金開始有點變少了 一定要轉貿易喔 出來打誰可以了 好 兩邊開始在慢慢跑傷 但天空熊他們這邊喔 貿易車隊已經跑了18台跟11台 目前貿易車隊是領先於對手 好 這邊這邊能夠守得下來嗎 好 這邊要天空熊跟古拉姆一起往前衝喔 才有機會傷到後面的阻力 哇 古拉姆可能要被遊俠將從大洛馬給包圍掉 但這邊的目標是打掉巨型頭C 打完之後往後方的越南的藤甲弓兵往後衝 但是衝到後排的時候已經所剩無幾 尷尬啦 這一波衝鋒 克勞的損失了自己的阻力 也沒有傷到大量的藤甲弓兵 反正是兩邊喔 打得難減難分啊 後面這裡西班牙補下了更多的馬就 繼續爆馬 好 只能說西班牙這邊喔 打得確實是不錯喔 一直有這個馬在這邊防守 疼甲弓兵喔 被正面衝鋒喔 雖然對手的推進速度不快喔 讓天空熊他們還有機會可以扳回一城 好 這邊火炮打個一發 哇 還是砸掉了一些牆弓數量 好 葡萄這邊轉牆弓壓力很小 因為不太需要太多的黃金 黃金有減免的效果 好 這邊榴彈炮看到大量肉馬過來 槍兵數量太少 果然又被衝鋒一波 榴彈炮又再次被抓掉了一些數量 但這邊就有機可蹭了 好 趕快往前前壓槍兵 但是槍兵前壓縮掉了非常多 游瑕非常賺 但是古拉姆沒有上前的關係 所以後放屯甲弓兵喔 還是沒有受到非常多大量傷害 好 正面槍兵 繼續有點在當肉盾 所以沒有辦法好好的 做到太多的事情 終於轉出了戰毛兵了 OK 有戰毛兵的話 打這些打強弩會比較好打一點 好 橫甲弓箭手繼續往前走喔 完蛋了 西班牙這邊貿易快要跑起來了喔 24台貿易車隊 但是紫色 克朗德這邊貿易車隊也是慢慢跑起來了 天空雄只跑了一塔 當然天空雄是要完全放棄跑傷的可能喔 全出自己的步兵單位 想要擋住游瑕一波衝鋒 但在團戰局面來說 有一家只出垃圾兵的話 是很難打得贏正面的 好 古拉姆這邊很好 後面包夾起來 直接開始串燒這邊大量的強弩 強弩一瞬間的時間 就被打掉了大半數量 直接被揭滅掉了 哇 古拉姆這一波衝鋒打得非常好 這裡有一隻老頭想要招搶對方的火炮塔 但是沒有機會可以招搶掉 這個火炮塔果然被插了出來 好 正面古拉姆再上次 再繼續向前衝鋒 全龍熊後面均勻也是越蓋越弱 11個均勻 好 正面終於用大量的槍兵 加上古拉姆往前前壓成功 但是左邊這裡 居然有一堆弱馬 在砍後方的貿易車隊 但這個城堡有守住應該問題不大 這裡大量的戰狼兵 果然反制了回去 葡萄牆的黃金 強弩攻勢 接下來 大家還要再出一些槍兵 槍兵就不要再繼續往前了 待會讓 戰狼兵往前就可以了 後面轉出更多流戰炮 開始打陣地戰 接下來就是Z40的 這個時間了 看起來Z40是有機會可以推回去的 槍兵主要是防對方洛馬跟遊俠 那聽到從這邊呢 狂出槍兵也是慢慢把對手給推了回去 巨型托斯基也開始在攻城當中 克羅德這邊轉出了大洛馬 還有一些駱駝 直接三種兵種壓制 還有古拉姆在前方 好 這時候大量洛馬加上駱駝 直接串到這些小巷 直接變成巷戰開打了 這時候越南可能會覺得很困擾 哇 大量的騰甲工兵 加上戰毛兵 居然打不贏嗎 那像這種時候 出大上也不是一件好事喔 因為對方的反騎兵單位太多了 所以越南這邊轉出騰甲工兵 加上戰毛兵 這個組合是能接受 但 要不要轉點槍兵出來喔 是要看越南這邊喔 越南這邊我覺得可以轉些槍兵來打 不然對方駱駝有點麻煩 還有洛馬 這邊有遊俠配上洛馬 搭配直衝Z40的戰毛兵 戰毛兵直接被推到家裡 這邊槍兵數量不夠 但是還是有少量的槍兵走得出來 要來解決正面的遊俠跟洛馬的騷擾 但後方的槍兵也是 直接殺到左邊貿易地 要是左邊這邊沒有辦法 可以扛下來的話 可能要打出GG囉 槍兵只要走到這邊 射到貿易車隊 會很危險 但是正面的部分 天空熊加Z4加克勞 已經有點殺到越南中心點 這也不是越南中心點喔 就是他們家的門面附近而已 但還好Z4里在這邊極限守住了 把剩下的洛馬跟遊俠都解決掉之後 轉出了更多的戰毛兵跟槍兵 繼續往前壓 老頭也是繼續出 榴彈炮又繼續產生的出來 哇這一波差一點就要GG啦 哇還好這邊是後面的喔 射箭場夠多喔 馬上用大量的戰毛兵給包夾起來 好這時候 越南轉出了非常大量的帝王戰毛 當作前排的坦克 打這些槍兵喔 效果也是蠻不錯的 好那天空熊這邊可以考慮 要不要轉攻城戰象喔 越南達羅皮圖的戰象也是蠻厲害的 有這個醫療隊可以做使用 當然他的黃金目前是歸零的喔 好像沒有跑傷的關係 所以黃金有點難產出來 目前只有六台貿易車隊喔 那如果天空熊這邊有黃金的話 也可以考慮轉一些火炮 火炮加上長槍兵 其實也是不錯的 因為火炮可以打後排大量的工兵嘛 而且也可以轉一些工程戰象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再加上大量槍兵 其實天空熊也是有優勢的 而且天空熊這邊是打入皮兔人喔 轉戰毛兵的話也有攻速 加方面的話都可以去做一些轉兵的動作 去想像 雖然可能正面互打喔 也不一定打得贏對方的帝王戰毛 但 就是 只有槍兵的話是沒有辦法藏住正面的 好 那有更多的遊俠衝了過來 後面Z40繼續瘋狂招強對方的遊俠 但正面的部分好像還是有點難打 好 就是他這邊轉出了一些戰毛兵 但這邊有越南的關係 隊友可以轉出帝王戰毛 好 有彈砲直接打到 但是這裡有更多遊俠往左衝了 天空熊們能夠扛住嗎 感覺快要擋不住了 對手這波遊俠攻勢直接衝了進來 Z40守得非常極限 這邊出兵點已經被強武跟戰毛兵給控制住了 看來Z40左邊要守不下來了 好 正面的部分 對手騰甲攻勢也是走到了出兵點 兵一出來就被打死 左邊的遊俠繼續往前 只要這堵遊俠不死喔 就還是給Z40給到相當大的壓力 好 正面終於扛不住了 遊俠直接開始打貿易車隊 公兵只要走到了貿易車隊這邊 可能就要打出GG了 貿易車隊已經被射爆 克勞德這邊沒有派太多的兵過來進行協防 展出了一些工程戰項 想要來拆除後方的火炮推陣 火炮陣地要反推回去是很困難的 但天空熊右邊居然溜了一大堆的槍兵走進去 打到了後方的貿易車隊 但是這邊先打出投降的是天空熊 卡文隊這時候突然打出了GG 恭喜對手 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沒有想到對手這邊的打法 還算是打得蠻標準的 甚至有這個威瑟力 最近這個火炮塔真的要解掉不太容易 而且後面的卡文大長戰 確實也轉出了大量經濟出來 經濟無限支援狀況下 黃金也可以給隊友啊 給越南啊 或者是給西班牙去玩家裡的經濟 這邊打的確實還是蠻好的 但天空熊的問題應該有點 算是有點小小問題吧 因為他沒有跑貿易的關係 造成他永遠只能用垃圾兵去打 黃金兵的工程器單位也是 沒有辦法很好的運轉出來 可能還是要轉相弓吧 沒有相弓的話還是有點難打 但有相弓的話 又遇到對方越南的帝王在矛的問題 所以這個配兵組合搭配其實是蠻複雜 可能還是要配相弓槍兵 還有這個火炮三種搭配 再更合一點再轉一些裝甲戰像 這種四種組合搭配 才有可能守得住這個正面 甚至反推回去 那越南這邊也是蠻OK的 沒有轉出大象 而是藤甲工兵加上火炮 軍人頭司機慢慢推進 就可以打爆了我們台灣隊這邊 那有人會說 為什麼我要播台灣隊輸的影片 這是因為我們不能只播台灣的好 好啊 也要來看一下我們台灣隊的一些問題 讓大家來看一下哪裡出現的問題 或者是進攻時跟決策上的時候出現一些方向 說不定也可以幫助我們台灣隊繼續成長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我們稍微看一下就好 因為不是非常關鍵 因為我一直有在說 團戰的一個重點是在於這個 團戰的戰術執行 經濟部分會因為受到你的戰術支持的關係 而有改變 並不是誰農得好誰農得壞 但是還是稍微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你看 佛塔這邊守推車很晚點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無限支援戰術 守推車其實沒那麼重要 因為它村民版就少 那其他的科技方面 其實大家都點的差不多 所以以經濟來說 團戰真的是稍微看過就好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